《创世帝》第九章二十二到二三节 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 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陕和雅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感谢主今天是主日 我觉得我们要来思考 我们跟我们肉身的父亲 还有我们属灵的父亲的关系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亲有一个软弱 像他如同这边的创世纪这边讲到的 他看见父亲赤身 你是倒退的进去 你是倒退的进去 还是你如同迦南一样 是告诉他的弟兄 你是当你看到你的领袖 是神有状况 或者你的属灵父亲 你的肉身的父亲 你的权柄 他的软弱的时候 你是告诉其他的人 还是你默默的 你默默的倒退着 帮助他遮蔽 你是哪一个呢 主耶稣全离到我们思想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我们与全民者的关系 我奉主的名宣告 2020年 我要破除我过去跟属全民者的任何 属灵全民者的任何的关系 还有肉身的全民者的关系 主在2020年 我宣告 这个关系要和好 和一 而且我要帮助我的属灵父亲 帮助我的肉身父母 主帮助他们 主谢谢你 谢谢你为宣告 主若是我的肉身父母 还没信主的 我要宣告他们要 在今年要认识你 因为因此我的 对他们的一个敬重 主他们要来认识你 主耶稣谢谢你 为奉主的名宣告 2020年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 主我们都要来更认识你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